小长假期间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雅加达省长 安妮斯呼吁雅加达市民尽量地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另外假期期间顺畅的交通也被市民充分地利用来骑自行车做运动 晚日的雅加达交通拥堵不堪 不过一到假期 晚日繁忙的交通顿时变得安静下来 小长假的第二天早上 亚加达中区印尼酒店圆环路 以及周边地区的交通很顺畅 苏丁尔曼借助关道通往谈令节往返的道路上 可以看到许多跑步 骑行的民众 他们充分地利用这顺畅的交通作为锻炼的机会 在小长假期间 除了选择去周边城市度假之外 也有一些亚加达市民响应省政府的号召带在家 早前亚加达特区省长安尼斯呼吁公众 除非紧急情况 期待的时间尽量不要出门 以防止疫情的扩散 我提到所有人来在这期的节目 我们一起去休息 在免除一下健康 保护保护生长 保护生长 保护生长 当我们肯定保护生长 保护生长 当我们肯定保护生长 当我们肯定保护生长 保护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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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温暖的结果,无法遭受疫情, 无法遭受疫情, 祝福和家庭, 祝福享受疫情, 再次祝福在家庭。 据统计,亚加达新冠确诊病例来自家庭的传播, 占了总确诊人数的39%。 如何减少家庭成为病毒感染源, 是你我都值得关注的问题。 美读新闻整理报道。